这是一句诡异的女士 脑壳像露了气的气球 在她扁扁的脑壳里藏着一颗胶囊 法医把胶囊打开 里头是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一串数字 放大看那是一个电话号码 汉娜 法医女儿的名字 她冷汗冒了一身 女儿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尸体的脑壳里 深呼吸 结果跑到了厕所 根据刚才抄下的数字 法医打开手机 比对还真是女儿的电话 咬牙拨了过去 那是一声惨叫 女儿被绑架了 而且劫匪似乎已经掌握了法医的每一步举动 孩子告诉法医 只要报警他就会被一刀刀活寡 法医崩溃了 等艾瑞克 谁是艾瑞克 就在此时艾瑞克打来 可是艾瑞克什么都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打来 法医苦苦哀愁 终于对方说话了 那是个路人姑娘 姑娘说艾瑞克死在了远方小岛的沙坛上 她只能紧紧抓住姑娘这根稻草 她苦苦哀求姑娘帮她 与此同时想尽办法准备往岛上赶 可姑娘说 因为一个超级炫讽 小岛已经关闭了 所有航线都停了 连网络和电话都马上要刮断 她可能也会马上失联的 这可咋办呢 法医无路可走 但她怎么能放弃 女儿还在等着她呢 冒死 法医准备和路过的同事开车去岛上 但这差不多需要一天的时间 于是 法医时好请求女孩帮她解剖男人 她有一种预感 杰匪正用一具具尸体作为线索 跟她玩了一个寻宝游戏 保误终点就是她的鬼女 显然 对方非常了解法医 这岛上正好就住着一个法医的好友 法医让好友过来帮忙 就这样 尸体被拖进了一个停时间 目前 法医唯一的选择 就是跟着线索 一步步往前走了 第二次一次实打实地解剖实录 他和搭档两人真是黄的一匹呀 过去两人连尸体都没见过 忍住恶心 他们合理把尸体扔到桌上 跟着法医的指导剪开衣服 解开皮带 一切正常 这是琳达第一次碰死实 她恶心坏了 在尸体的脖子上 她发现了一道勒痕 这怕是勒死的 打开尸体的嘴 她居然没有舌头 这把搭档吓坏了呀 一个大男人直接跑路 只留下琳达一个小姑娘在现场 撞着的 而琳达掰开了尸体的嘴巴里瞧 里面有一颗黄色的胶囊 胶囊很滑 拿不出来 法医说得切开喉咙 琳达疯了 她就是个路过帮忙的呀 气得扭头就走了 但耐不住法医苦苦哀求 她的女儿能不能活 就看琳达的了 没办法 琳达回头 咬牙切开了尸体的喉咙 胶囊被取了出来 打开 里面是一个老太太照片 搭档回来 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村上的名人 一个女法官 这让法医陷入了回忆 想起了多年前的变态案子 那是一个连环杀人案 其中一个受害者 是她死党的姑娘 那姑娘被变态抓住 虐待 这个变态熟悉法律 从不亲自下手杀人 只会在孩子崩溃的时候 扔下去一个绳套 最后不堪重负 上吊自尽 根据德国法律 没有亲手杀人 就无法被判重刑 于是在解剖室 死党哀求 但法医拒绝了 因为懦弱 也因为恐惧 即便死党拿出所有财产 16万欧元 法医也依然不为所动 于是变态仅仅判了三年半 就刑满出狱 而下这个圣母心判决的法官 正是胶囊里的这个老太太 她说应该体谅犯人的心情 可体谅了犯人 谁去体谅受害者呢 镜头回到法医身上 在风雪里 她思来想去 似乎有了点头绪 难道木炮黑手 就是自己的死打 那沙滩上那具尸体又是谁呢 此时的琳娜 已经赶到了法官老太的家中 进屋 老太已经死了 瘫在地上 身后捅着一根长长的木棍 尸体的自然反应 让老太看上去 似乎还在呼吸 可诗般暴露她已经死了很久 几乎同时 法医推门来到死党家门口 破门而入 里面还有一份厌世报告 法医疯了 她冲到屋里掀开白布 居然是一只死竹 这仿佛是朋友对她的嘲讽 线索断裂 好在不远处 他们找到了一个木屋 木屋里全是变态出于后的日常照 女儿死后 死党全副心思都在跟踪变态上 原来变态还在尝试 对其他姑娘下手 桌上 法医拿起一个罐子 里面是一节舌头 罐子上写着艾瑞克的名字 看来沙滩上的尸体 就是变态本人了 继续在小木屋里搜索 在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的脑里 法医找到了一份录像 录像里 死党正在解剖一个姑娘 法医很害怕 怕这姑娘就是自己的娃 接着 视频里的死党又特意绣了一根木棍 这显然也是重要线索 接着 视频出现了一处结冰的湖泊 死党把尸体扔到了湖泊里头 法医循女心切 赶紧往湖泊泊 没成想 跑到前面的同事居然忽然掉进了水里 法医费尽力气才将它捞起来 这难道是谋杀 法医疑惑 他想打给琳达 可此时琳达的电话却不通了 正在她准备解剖时 忽然停电了 她在拍档出门看看是不是东西跳闸了 结果回来 肩膀上捅了一把刀 琳达吓呆了 恐惧之下 她躲进了停尸间的冰柜里头 在冰柜里 她听见外面有响动 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 那个死掉的变态杀人犯 居然又出现了 还冲进了解剖室 她到底是人是鬼 女孩怕极了 但本能让她马上翻身起 开始拨杀 为什么死掉的变态会再次出现 时间必须挑回半小时前 从冰柯里上来 法医开始整理整个案件的幕后逻辑 她回想起 电脑里那根被刻意展示的木棒 于是法医请求琳达 将木棒从法官体内抽出 琳达很不情愿 但也昭坐了 七个安静 他们看到 木工人上刻着一串号码 这串号码似乎是一个定位坐标 根据坐标 法医和同事来到了一个森林里头 刚到林子 法医下车 就立马被打倒 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一个小木屋里头 门外 死党开门进来 但他却说 这事已经无关他俩的私人恩怨了 说吧 在法医眼前吞下了一张内存卡 死党就马上吞经自杀 法医彻底懵了 好在 职业素养 让他赶紧拿出了手术朵给死党开棠 拿出内存卡 里面又是一个视频录像 录像里是一个男人 男人是一个黑榜 过去无恶不作的他 因为一个快乐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女儿 于是金盆吸收好好做人 没想到 那个被轻判的变态 却杀死了他最爱的姑娘 于是他和死党一起 策划了这起罪案 绑架了法医的女儿 杀死了法官老太太 只是为了营造出一个 足够惊天动地的信号 来让众人反思 为何司法会宽容一个 无恶不作的犯人 联系起不久前 助理打来的电话 法医明白 那第一具尸体 就是黑帮老大的妻子了 他被这个计划所震撼 可让他更恐惧的 还在后头 黑帮说 法医的女儿 已经和变态独处了 一段时间了 现在变态死了 按照惯例 他女儿跟前 也会有一根绳索 能不能在女儿死前 找到他全靠法医自己了 说吧 男人提掉椅子 悬梁自尽 法医慌了 根据男人死前 留下的一句话 他赶紧往琳达 所在的那个小岛跑 这个牌子的汽车 撞毁后十分钟内 就会有救援队赶到 他们准备冒着风雪 前往琳达所在的大楼 而大楼内 琳达正在和变态搏斗着 死掉的变态是怎么复活的 原来是黑帮大佬 勒死变态的时候失手了 变态只是休克在雪地上 当他再次醒来 老大已经自杀 于是变态将他围绕成自己的模样 放在了海滩边上 而他这次来 是因为他将锁住 法医女儿的钥匙弄丢了 钥匙就在第二具尸体身上 好在女孩非常能打 千军一发之际 他逃到了电梯里头 也是同时 法医终于赶到了 一切似乎告一段落 根据线索 法医找到了困在密室里的女儿 他正看着那些 被虐待至死的女孩们的录像 打开门 法医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孩子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原来文明和野蛮中的分界 是这么的薄弱 混沌 不是一句程序正义 就能审判敲定的 带着孩子乘飞机反归 没想到在实袋里 变态居然又冒出来了 法医二话没说就是一刀 这一刀没有经过法院判定 但他知道 这一刀就是正义的